欢迎回来独裁,令你有钱的地方 今次想和大家谈谈,如果我们未来要面临市场崩盘风险的话,有什么操作可以做? 在市场这段波动的时间,其实Azen 在上个月的几场直播中 都已经降了好几点令大家可以趋急避空的方法 包括要减持一部分的科技股 要转移一部分资金去一些传统价值股和低估市场 要部署一部分的债券,以及要做一些做空的准备 连这个日元有机会反弹赚10-20% 这五样东西其实全部都是上个月的直播,都已经交代了 所以如果你在未来这12个月都可以趋急避空的话 除了看直播之外,我也很鼓励你听完今天的独裁 因为听完的话,绝对可以令你在未来对风险的认知更加深刻 我想主要应该会分成四个不同的阶段,由低风险降到高风险 希望可以令大家避开未来的大跌 有限于现在整个股市整体的估值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水平 有不少的机会美股将会在未来的12个月 甚至乎更短的时间迎来一波非常大的调整 如果我们看回历史记录的话,最近这几年的9月 基本上都一定是向下调整的月份 所以无论是否真的大跌也好 即管只面对一个9月的小调整 我们都应该做好一个避险的策略 令到自己的正股提升之余 都不会说要遭受太多很恐怖的风险 事不宜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用的话 记得Subscribe和Send 首先第一个我们由最低风险的说起 最低风险的操作 就是将你本身在科技库里搬出来的钱 拿去买一些中短期的美国国债 因为这样做的话,除了可以在这段时间拿到债息之外 你还可以慢慢等待春暖花开的时间 即可能两年之后 才看下到时的科技库去到什么位置 是不是去到一个全部人都在哭的位置 如果是的话,你就以将那些债券的钱搬出来 再在那段时间慢慢逐步逐步 开始做一个入场的操作 这就是针对你不想要风险的人 想安全度过未来任何波动的人的操作 但这样做的话,当然你一定不会赚到最多最多的钱 所以如果你说不是要多些的钱 我要赚更多的话 那你就要去再升一级的操作 并且你会将本身移出来的钱 考虑局部搬去一些高息股价值股 例如说Donald 或可乐那类型的股票 也可以去买一些你觉得不会受到经济周期影响的公用股 当然如果你说你再进取一些的话 甚至乎你可以投资落后市场的股票指数 例如说中概股你都敢入场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回报 这些就是相对比较保守和防御型偏重的操作 如果我们说我不要防御 我要再进取一些 我要做这个熊市股神 我要牛熊也赚很多钱的话 那你就要进入第三级 第三级的操作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除了你在高位要走一部分的科技股 减仓科技股 然后将部分资金移去价值股和被低股市场之外 你都要将一部分的钱在每一波暴跌之后 尝试抢反弹赚十几% 然后透过不断吃这些所谓波段操作 令你长期持有的股票的平均成本减低 但我必须要说明这个操作 其实是含有不少投机的成分在里面 换言之其实阿SEN 自己会偏向鼓励你做一和二 你说三这件事是否适合每个人做 我就觉得不是 甚至乎如果你真的要选三的话 我都希望你真的做好所有风险准备 换言之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做这件事 我会鼓励你不要用多过你总资金的两成 去做这些所谓波动买卖的操作 因为很多时候它暴跌完之后 第一未必会反弹 第二反弹的幅度未必有你想到那么多 第三就是在暴跌反弹的时候 你很难捉到一个真正好的入场点 去获得一个确切的10%或更多利润 所以在这些位置我会鼓励你应该偏向谨慎行事 但如果你说真的忍不住的话 你也可以尝试将一小部分 即20%或以下的总资金 做一些投机波段操作 说完一二三之后就要说到第四 即是说最高风险 但有机会就此成为传说的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其实没错 就是在股市向下透过造空来赚到最多的资金 你这样做的手法其实不外乎都是两种 第一就是它反弹升到相对高的地方的时候 分仓地去部署SQQQ 即是三倍造空纳指 第二你都可以在它反弹到一个相对高的水平的时候 进场去买入一些SQQQ的call 或者TQQQ的put 这样做的话你就可以 有机会在市场面临黑天楼暴跌的时候 得到一个数以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回报 当然你说这样做的话 其实风险是极之大的 即是可能说的就是 不要说拿你总资金的五六成 甚至乎全部那么夸张 即便你只拿一两成也好 你也要有心理准备 这一两成的钱有机会是化灰归零的 如果假设你真的这么不幸地 你压错着然后它真的化灰归零的话 其实去到最后你得到的回报 其实是比买债券 即风险最低的选项是更加少的 所以我会说 这是最高风险的一个投机型的选项 但如果你说你真的要成为传说的话 有时候可能你就真的要博这些极低的风险 但问题就是 你问阿SEN的话 我会鼓励你千万不要做这些 那么老妄 那么疯狂 那么投机的操作 反而如果你真的想透过去做对冲 即是说去做空大事 去平衡你正股的波动的话 你可以看回阿SEN之前 有一集独裁曾经跟大家说过 你可以选择用一个叫做黑天鹅的策略 去防范市场出现黑天鹅的风险 如果你用过这个策略的话 第一你可能会将你的做空的仓位控制在3%之内 然后就算市场上真的发生了什么事 你都可以维持到一个最低限度的保险 同一时间也不会令你有太巨型的损失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详情 也欢迎你去看之前阿SEN 其中一集独裁说过的一些细节 当然去到这个位置 我都必须要强调 就是如果各位SEN股东 在这一刻你不知道什么是call put 不知道什么是期权的话 我对你的建议就是 千万不要选第三第四 回回来选第一第二 这个会是对你一个最好的选择 原因就是我们永远明白 有时候其实我们要学悉的道理 就是巴菲特经常强调的一个道理 他经常跟我们说投资最重要有三个原则 第一是不要输钱 第二是不要输钱 第三就是记住看一同第二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可以 无论牛熊也好 都可以尽量维持到自己资金 不遭遇太大的亏损 不会有太大的回调的话 这样我们慢慢等待一个好的机会来临的时候 再去部署一些真正优质的股票 真正领先市场的龙头股 已经可以赚到非常多的钱了 不一定说我们真的要上新闻做传说 才属于一个好的投资者 反之如果我们太过追求短期大回报 要成为传说的话 甚至乎可能会令我们得不尝失 不单向上突破阶级失败 反而要向下回去打工做更多年的东西 才可以弥补永久亏损的做空损失 好了我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都对未来崩盘可以做的不同操作有一定的理解了 如果你觉得今天说的有用的话 你也记得要订阅ZEN 的独裁 好我们希望下次同样时间再和你探讨钱的问题 拜拜